欢迎收看今日加州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尼亚哥边境激货量占全美60% 首先来关注在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地铁站 乘客常年因鸽子排泄物而感到困扰 地铁相关单位于是出动一位老鹰警长 来驱赶惹人厌的鸽子 一起来看 镇上来了位新警长 他的名字叫拍克曼吃豆人 五岁的猎鹰派克曼和他的主人奥迪斯 最近被派遣到旧金山湾区的北山地铁站驱赶鸽子 奥迪斯表示因为老鹰是鸽子的天敌 鸽子远远看到他就逃之夭夭了 部分乘客对于地铁站 出现驱赶鸽子的猎鹰感到十分惊奇 此外 為了不讓獵鷹把鴿子當午餐 奧地斯會全天給他供應零食 給予他保衛地鐵站所需要的能量 新唐人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提倡在洛杉磯舊金山和奧克蘭地區 建毒品注射站的SB57號提案 日前被送交州長簽字 對此 加州基毒警察協會在週五召開會議 敦促州長否決這項提案 週五上午 加州基毒警察協會 針對允許在舊金山 洛杉磯和奧克蘭三所城市 建立毒品注射站的SB57號提案 召開線上會議 強烈敦促州長紐森否決這項提案 沙加緬度地區檢察官代表舒伯特 呼籲州長顧及居住在注射站點附近的孩童 他還提到 毒品注射站周圍的商家在經歷過疫情的苦苦掙扎後 可能會因為毒品注射站帶來的治安問題再受打擊 目前這項提案已經通過加州參眾兩院的投票 並於本週三送交州長簽字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綜合報導 在加州高速鐵路工程動途後 至今已過去七年 為推進項目 美國聯邦於週四 贈於加州高鐵管理局2500萬美元的資金 但加州還渴望獲得更多 週四 加州高鐵管理局獲得了2500萬美元的聯邦撥款 用於支付連接馬德拉市和莫塞德市橋段的設計合同 另外 為了修建前119英里的雙軌並購買新列車 加州還在爭取額外13億美元的補助 早在2019年 因項目延誤和成本上升 時任總統川普取消了對這個項目的資助 並稱其為災難 去年6月 拜登政府恢復了9.29億美元的撥款 並給予了加州高鐵2400萬美元 他表示 鐵路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和交通拥堵 今年2月 加州高鐵當局曾表示 最終成本可能會達到1050億美元 新唐人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週四 美國聯邦當局表示 南加聖地亞哥的芬太尼販運和激貨量正在上升 相關死亡人數之多也是前所未見 可謂是芬太尼重災區 帶您瞭解 週四 美國聯邦當局表示 南加州聖地亞哥的芬太尼販運和毒品激貨量正在上升 根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PP的數據 從2021年10月到今年6月 聖地亞哥和帝國縣執法部門激貨了5091磅芬太尼 占同期全美入境口案激貨量的60% 而根據聖地亞哥縣法醫辦公室數據 芬太尼致死人數從2016年的33人 在去年增加至817人 根據當地美國檢察官辦公室 過去5年中面臨相關罪行指控的人數增加約16倍 其中分銷芬太尼導致他人死亡的罪行 面臨最低20年的監禁 除了宣導毒品危害和預防 当地執法機構在聖地亞哥入境口案 也將張替海報警告販毒集團將面臨的刑罰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戰綜合報導 美国北加州的葡萄酒莊園艾之堡迎來葡萄丰收記 讓我們一起去參觀這座古堡 了解葡萄酒的釀造過程 适逢葡萄收成季節 位於北加州納帕古卡利斯托加的艾之堡 每年都會釀造意大利風格的葡萄酒 業者預計今年收成會提前 收穫重量也會較輕 由於納帕古巨族火山土壤與核式氣溫等因素 自1976年以來都是釀酒的第一線 釀造赤霞豬使用的法國橡木桶 每個木桶成本約為900至1000美元 但經過兩次釀造就必須轉賣給原藝業者 愛之堡的107間城堡房中 約有9時間專門用於釀酒 紅酒必須承釀6個月至2年不等 裝品承釀則需至少一年 而儲備葡萄酒至少要承釀3年才能銷售 新唐人加州記者站采訪報導 美國的傑出人才移民方式EB1 提供具備卓業專業能力的特殊技能人才申請 移民律師艾菲利提醒有意申請者 必須提交證據證明將持續在美就業 來看詳情 南加州移民律師艾菲利介紹 傑出人才移民僅限於全美或國際獎項得主 曾在國內外刊物發表學術文章 加入許多專業協會 或曾被媒體採訪等 在專業領域中出類拔萃的人才 美國政府他想看 這個人以前在他的行業裡面 他做過什麼 他真的帶來了多大的貢獻 而且這個人來美國之後 他會繼續這樣做嗎 他會繼續幫助我們這邊的行業嗎 他會幫助我們剛剛畢業的學生來學這個行業嗎 他指出推薦信也相當重要 兩三份內容好的推薦信 效果遠超於內容欠佳的十分推薦性 另外由於美國當局不會主動調查 申請者必須準備與個人成就相關的完整陳述和證據 交由移民官合理判斷 艾菲利還指出 有時申請也會因為理由不足 無法說服美國政府會繼續從事工作 假設說你可能有兩三年 你沒有很積極的參與你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行業當中 另外一些事情你也做了比較多 比如說你是給培訓了 你做了很多講座啊 你是幫助一些學生啊 這個是說你還是會做很多實際到這個行業的一些證據 若申請者在美國有僱主 也能幫助證明會繼續在美國從事申請填寫的行業 毫無疑問的說這個外國人如果來美國 他會繼續幫助我們的行業 因為有美國的公司是需要跟這個人合作的 而且我們知道現在的美國非常缺乏勞動 所以我們需要這些人過來給我們帶來他們的經驗 他透露如果申請者在美國沒有僱主 也可以提供背景資料 若符合標準 傑出人才移民申請也有望獲得批准 新唐人記者楊陽 劉佳佳 洛杉磯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 今日加州 再會 您在消費出的新售 您在消費上發 jacket 您可以很快 您的期待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